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潮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我们写字的时候要立风 立风的意思就是 提把笔提起来 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笔拎着写 古人叫提得起笔 其实这个笔画 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先开始是一种铺好的一个动作 你看我们这个笔画 从这里把这个笔好给铺下去 铺下去之后 又往上有一个拎的动作 永远不要怼的 就是说要有一个向上跟向下的 共同作用力 特别在写粗笔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笔要拎着写 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讲原因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说我举下面这个字 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月 我这样顶一下下来之后 这个毛铺开了 下来我写的大一点 下来之后 你笔如果是按着走 它会这个笔画会非常的扁 比如说这样按着走 你看这个笔画下来就 你看甚至把这个纸给拖动了 它很死板 这很多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你看这个笔画是很死板的一个笔画 所以我们在做个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先要就 你看这样 铺开了笔画之后 你看 它的笔画是拎着写的 这样子呢 笔画会比较圆 你看它下去之后 笔画又拎着写 这个有一个向上的一个作用力 这样的笔画 它就会比较圆 比较的使特别在写 延真心的这个字的时候 你看下来之后 你看感觉它不是很死的压下去的 很多人所讲的这个什么 这个笔画这个软 其实原因就是它没有看透 它可能写的时候就是很直的 下去就是下去 其实下去我们要有一个力的 往上拎的一个力量 不管是什么笔 你在写的时候 包括是羊豪也好 蓝豪也好 尖豪也好 一定要拎起来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样一支笔 我们在压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样顶住的时候 它是一个片 你看这是一个片 这是一个片 而拎起来的时候 它又圆了 这个从笔上面看 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个圆 这么一个圆就是一条水管一样 圆的水管 这个走水就 比较的通畅 如果是按下去 你就一味的按下去 直接就走 你看它是扁在这里的 扁在这里 这怎么走水呢 水是走不到笔画的梦端 所以要稍微拎一点 是这样 这种一个顶 顶的力量 然后又是拎着的 之前我讲过铺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铺豪是下去 你看下去之后 有拎的一个力量 拎的一个力量 走 拎着走 就不管什么笔画 出也好 你看这样出下去也好 它也有一个提起来的力量 你这样子的笔画才会圆 你看 它就是扑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力量的话 它就会 容易 把笔画写圆 你看下去 有一个拎的提的力量上来 这样子 你看这样 就是不管写什么字 它都要有一个提的力量 小的字也一样 小的笔也一样 你看这支小的笔 你看 我们有时候 上次我们讲的切顶方 为什么切顶方 有些人做不好 原因就是它下去之后 你看 这完全插开 如果直接就这样过去 当然就扁了 那我们如果是下来之后 有个拎的力量 再过去 它就是圆的 这种笔画就会圆一点 大小也好 都是要笔要怎么样 拎着写 这种拎着写的写法 它就容易把这一个笔画写得比较圆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逆风 逆在这里 它是逆在这里走的 不管你是写什么字 凯书也好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凯书 你看这一样 拎过来 有一个拎的力量 下去 拎的力量上来 这走 我们要充分利用笔的这种 弹性 把它给 那一个力量 体会它向上的一个力量 我们把它给使用起来 因为不管是什么毛笔 它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下去之后 有个反作用力上来 上来的时候 你就要利用好 高手是 往往就是能够体会到 那么一点点力量 然后用于它的这种调风 你看上来 立足写 有些人说你这个笔画是比较细的 同样的 如果是粗的笔画也是这样的 我把下面这个字写的粗一点 笔画写的粗一点 拿一个 下去 你看拎着写 下来拎着写 你看这个笔画 它也是拎着写的 拎着写它就是比较圆 你看这个字也比较圆 我还可以铺下去 其实我们写这个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写字 就是铺下去的这种拎 有一点累 有一点难 很多人这个是写不好的 你看下来 铺下去 这个有点扁了 我刚才这个铺下去 没有拎 有一点扁 过来 你看下来上去有铺的力量 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在 有些人他因为这一个 铺的力量没做好的时候 他会出现这种 有些其实也是高手 他们会做上下的一个运动 就是说这过去 为什么会有上下的一个运动 或者说下来 为什么会上下的一个运动 原因就是他想把这个风给立起来 立起来之后 这个笔画会比较圆 这就是原因 有些人 你看他为什么上下上下 觉得他是瞎抖 不是的 他有些人 他是这样摆动两下 抖起来之后 会把这个笔给风 变得圆一点 立起来一点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 立风这个动作的原因 会让我们的笔画更有质感 更圆 圆润 你看这样是圆论的 我们提着笔写 这样是圆论的 如果是这样 这就是扁了 你看这样 压着走 这种子就 这两个笔画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你看这两个笔画很扁 而这种笔画是比较圆的 所以是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朋友们再见 再见